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今天一早就被国际版的先行情报给震惊到了 想不到国际版竟然会在这个时期把先行活动给做出来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有看到这个情报了 毕竟是国际版的Facebook或者Twitter上面 他们很早就放上来的 我也是在整理资料 这次他的活动是在10月7号的时候才会开始 就是极限Zack激战 巨人篇的抢线开跑 首先就是他会极限Zack这三张角色 悟空 北极大 跟Lattice 然后再配合极限Zack激战的话 他也有额外的活动 就是极岛巨人社群特别活动 就是根据国际版全体的玩家极限Zack激战通过次数 然后就给对应的龙丝跟陪一刀剧 这个东西其实还算是不错啦 反正只要是有去稍微打一打就可以拿到奖励了 对国际版的玩家来说非常的棒了 很久很久没有了 国际版的那个先行活动 原本以为 我原本个人是以为了 这个国际版的先行活动 会在原本的那个黄金周党期的时候才来做的 想不到他会趁着这一次全球活动的热度 然后一次过就跟着过去开开了这个新活动 也是不错啦 这样子的话 国际版的先行卡出来 然后日版也有一起 这样的话两边都可以一起继续嗨下去 不然的话原本预期 所以国际版会推出的那张天界范 其实在热度上面来说是蛮低落的 对于有未来式的国际版玩家来说 那张天界范的吸引度 我觉得是蛮低的啦 因为它虽然本身很强 可是不好搭配 这就是它的问题 本身非常强 但是不好搭配 总之就是先这样子 然后接着嘛 这个除了刚才那一条消息之外 它还有就是会送一个特殊贴纸 就是国际版玩家首次登录的时候 就会拿到这个超级赛老人神 蓝神悟空的那个专用特殊贴纸 因为主要就是在 10月7号那个 New York CommitCon 那个举办的那个活动 到时候它会在那边发售 那个SHS的那个figure Super Saiyan Goto Super Saiyan Sun Goku Kaioken 非常强 而且是会场特别特别版 这个应该好像是要去会场特别特别才能买得到 老实说这张 这个悟空这样看起来其实还蛮好看的 可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SHSF啦 看我可动式的我个人还没那么喜欢 我比较喜欢是固定式的 摆着的就放那边 虽然说不能把玩啦 不能做动作 但是赏心夜幕啊 除非它摆的动作真的是很糞 当然如果摆到动作不好看的话 我也不可能会去买啦 OK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这个是关于 跟游戏有一点点相关的消息啦 然后接着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既然会玩暴力激战 当然就是龙珠fest啦 龙珠的fans 那么这边的话 在同样的这个event上面 comiccon的这个event上面 纽约 这个纽约comiccon 龙珠超 superhero这个机场版 到时候也会在那边 公布更多的情报 就是这个啦 我是蛮奇 比起游戏的这个东西 我更期待的其实是 Dragon Ball Super的这个情报啦 因为那个会场活动是在 10月7号啦 美国那边的时间 10月7号 大概在日本时间的话 日本时间是10月7号23点 23点就是我们晚上11点嘛 然后再加一个小时 就是晚上10点 然后美国那边是10月7号 对我们来说 他们是早上10点 我们这边是 已经是半夜了啦 晚上10点 OK 他的那个开幕 然后接着在 10月8号 我现在是说的这边的时间啦 日本时间10月8号am1点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的12点半 就会有 Dragon Ball Super Super Pahiro的这个座团会 他们到时候会分享一些 关于 欸 剧场版更加新的消息 在上一次的ComicCon 那个是 San Diego那边 已经有 分享了一次情报嘛 就让我们知道了 阿潘是 已经上了幼稚园还是小学 幼稚园吧 然后 比克的加那些的情报 然后这一轮又会有更新的 那个情报啦 所以到时候 嗯 我也不知道到时候 他会不会做个 直播还是什么 不过到时候我相信 他的资料出来 我也是会稍微整理一下啦 如果是有直播什么之类的 到时候会给大家知道 那反正就是我们一起期待吧 欸 Dragon Ball Super 不过这个title 不过这个title 当时还蛮 恐怖的Super Hero 我实在是无法想象啦 嗯 那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边就回到我们游戏的东西 来稍微看一下吧 这一次嘛 国际版先行的三张就是 这三张啦 小悟空 Latitz 以及这个 Begita Ozaru 这张Begita Ozaru 其实我很期望就是 可以在 那个叫什么啦 我想一下 欸 正式出赛亚人篇的时候 才来把他极限战 只是想不到 国际版会 这么快的 就把他给弄出来了 不过这三张的 欸 老实说这一次的话 既然他会出这三张的极限战 那么 国际版的新限定 就可能不是天阶犯了嘛 可能会是跟巨炎之力 有关系的新限定 可是喔 我在这边啊 我这边稍微filter出来了 关于巨炎之力的角色 大家看看一下 欸 这片前期的角色 就是到赛亚人篇 是 然后赛亚人篇之后 那美克星篇之后 到魔人谱物片 都完全没有关系到 大元之力这个东西 接着进到DRAGONBALL SUPER Super的话 龙足超啦 也是没有任何 是跟大元之力 有任何的相关关系了 然后再来 就跟大元之力 有额外关系的 就是我们的巴达克小队 乌霸他们 巴达克他们 欸 这一次也没有 把他们给极限战 所以我相信 这一次的限定卡 应该跟 巴达克他们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 再来 就是GT片 可是 GT片 的话 出大元之力嘛 还有谁可以出 老实说 GT片的大元之力的角色 我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想法了啦 欸 Begita Baby 算不算大元之力啊 应该不算吧 虽然说 他是可以变大猩猩啊 但是他是通过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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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记得我一直 直说的 Begita 啊 这一张 上去 他是可以有 Oraru Baby 但是他本身 诶 他本身确实是有大元之力 诶 诶 反正 国际版一定要走一个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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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迪 達人之陣 诶 五道会的徽章来极限在觉醒的角色 第一章 诶 全游戏第一章 极限在觉醒 也就是说 或许在未来 五道会的角色 可以极限在觉醒了 这一次 真的是意料之外啦 因那个巴达克跟 诶 什么巴达克 那个拉迪斯跟贝基达 我就 因为能力还没出 现在的能力也没什么好用 也就不管他了 这张悟空 在这边真的是 比较让人多了一些遐想 这一张可以极限在 虽然说他是一般的石头卡 而不是五道会上面出来的卡啦 但是 用的还是五道会的徽章 既然五道会徽章 已经开始可以极限在 那么就是 或许未来我们的五道会 出来的角色 都有机会极限在 像 我们的 鸭木甲 跟那个 那个LL的鸭木甲 然后天津饭饺子 那张素素的 我们的比克 那个大比克 卡面帅到爆的比克 就该给他极限在啦 哇 有没有 如果是可以这样子来 来来来做的话 诶 我真的是觉得很棒 妈妈 反正这三张到时候就等 国际版的 情报出来吧 他的那个能力 这一次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 给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啦 最主要的就是 龙竹潮的 去长版的那个 到时候会有消息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达人之证的事情啦 达人之证这一面 我真的是很期望哦 因为像 武道会的卡 老实说 有一些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很多那种 少年片的卡 他都官方好像都不打算 出成限定卡来出 所以就全部出在武道会 可是现在来看回去 有一些卡是很经典的 但是都用不了 所以可以把他们 极限在上来 让我们用了 那就是最好啦 非常的棒啦 官方 武道会的解释 让他们极限在啦 至少 至少你不要把他的武道会 所有角色极限在 至少把那几张L-O 给极限在上来 好吧 我就很 我就很 很满意了 OK啦 就是这样子 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啦 好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加 马 谈